1959年,普新瑜到香港,同年1月5日,游王商一等人,陪同前往石溪湖馆,拜访李延山。 日日,两人畅谈诗文化意之道,志为欢恰,普如先生及徐辉豪,书其诗词金陵怀骨赠与延山先生,依旧江山,无边云树,六朝沉寂归何处,旧亭古墓正七鸭,有四台城烟柳,西洋邪,戴茂梁公,玉金香冷,白洋黄土,萧萧影,玉人无腹以栏杆,一片清晰明月, 水光寒,互联网上,可以找到普如先生所书的金陵怀骨词的几个版本,此影像来自苏富比拍卖网站,是普如先生的行书自作,落款为,新鱼,留意词中的两个不同之处,旧亭古墓正提鸭,而非,欺鸭,玉人不负以栏杆,而非,无负。 此影像来自家世德拍卖网页,是普如先生因一兰先生所属而书的作品,这里写的是七鸭,和,无负,落款亦为新鱼,可见二人彼此相熟。 这是两位艺术家第一次会面,二人之间的陌生,但相互敬重之情,可见于延山先生校正,和落款为,普如,而非新鱼之中。 普如先生还特意用了石西湖馆的西字,而非其他版本中的西字,会面气氛可能十分欢快,轻松,以致普如先生把印章也印反了。 石西湖馆一别,二人再无重逢之日。 李延山逝世后,普如曾提示一首,以表对故人怀念之情。 乔科逐时人间有,天壤金无李延山,岛上已被非故国,旷云华表赫飞环。